好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接下來就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脫嬰中心因應COVID-19的一個 因為警戒降級了 所以我們有開放他們可以有條件的一個收拖 那在昨天我們已經有把相關的一些指引 已經演你出來 那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首先是在工作人員方面 那我們一定要施打疫苗達到 施打率要達到8成 那如果說他在第一劑接種 還沒有滿14天 或者是還沒有去接種這個疫苗的 那在首次服務提供前要去做那個 那個3日內有效的這個抗原快篩 那這個部分是要再提醒我們脫嬰中心 那脫嬰中心本身 如果他有照我們那個查檢表 做完相關的一些查檢檢查以後 那報給地方政府來備查 那就可以開始來提供服務 那當然地方政府也會去做一個抽查 另外在對於人員的健康 要有一個健康監測的一個機制 也就是每天要去測量體溫 做他的健康監測 那如果他體溫有異常 就要有異常的一個通報 那如果他是被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或有自主健康管理的 那這些工作人員是不可以上班 那孩子也不可以送托 另外在環境的部分 要每天要做兩次的環境清消 那當然那個使用這個廁所或衛浴 這個部分那個清消的頻率 就要看情況要更強化 頻率要更高 另外因為孩子會在 工作人員都會在脫嬰中心裡面用餐 所以我們就強調用餐的環境一定要有通風 而且要採如果坐下來 要採梅花座或者是使用隔板 那另外餐食 因為孩子的餐食大概都是一個一個的套餐 那或者是說工作人員也要用分菜以後才可以來提供 另外對於那個餐具的部分 我們是期待大家都要自己用他自己的餐具 水平也是一樣不可以混用 那用餐前後都要進行環境的一個清消 另外在服務動線跟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要有做區分區 那應該在照顧上面要分倉分流的一個 照顧的一個機制 那我們是用分組就是 一個服務人員帶四個小朋友 那以五個人為一組 在分區分層或分市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做規劃 另外在二級以上的這個時間 我們原則上就暫停這個室外的一個活動 那對於訪客或是家長接送的 都要採實聯制而且要照冊 我們盡量管制這些家長跟接送者還有訪客 那對於課程的活動 我們都希望是盡量都要採分組進行 也就是剛才我們說的五個人一組 這樣的一個模式來進行 另外在應變的機制上面 基本上我們還是一樣 如果發生疑似的病例 就要在24小時內要通報主管機關 那當然也要通報衛生局或1922 那要把這些疑似病例先放置在那個隔離的空間 那個隔離空間在疑似病例送醫以後也要進行清銷 那如果這個病例是確診的病例 馬上也要通報社會局 那也要通報衛生局 那配合疫調來照冊 匡列跟採檢這些的事項都要 托映中心都要配合 另外如果有一名的人員確診的時候 那機構也要 停拖三天來進行環境的清銷 另外對於這個托映中心每天都要做一些 收拖人數的一個傳送 那另外也要落實通報跟查檢的相關的一個規定作業 那同步如果民眾發現有一些違規的事項 也可以跟主管機關來做一個通報 來請那個地方政府去查查 另外對於保母的部分 因為他畢竟是在居家的環境 收拖的孩子比較少 那不過因為在之前我們也是有限時 還是我們停止他的一個收拖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也做了一些的提醒 那對於這個保母跟同住 因為他在居家的環境裡面 所以同住的成員 我們也希望他能夠每日來測量體溫 那對嬰幼兒送託進來也要來量測體溫 跟進行相關的健康監測 另外如果是有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也是不可以提供服務跟收拖的 另外我們在那個環境的部分也要求 這個居家環境每日都要做清銷 那用餐的環境也要有通風 那也要使用這個相關的這個餐具 都是個人專屬避免共食 那用餐完也要再做環境的一個清銷 另外如果有疑似的病例 也要在24小時要通報我們社會局處 或者是聯繫衛生局跟1922 這邊來依照這個相關的防疫的規定來處理 那如果有確診病例 那當然就是要暫時停拖 那相關在這個沒有做完相關的一些環境清銷 跟相關的社會局或衛生局 在確認他可以回復收拖以前 那是暫時停拖 那以上做簡要的一個報告